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The Secret Wine Society中文区 跟我们一起学习葡萄酒,从葡萄酒杯领略世界各地 然后我们今天要尝试的是Pinot Noir,黑皮诺 一提起Pinot Noir,应该大家就会想到是要去法国的伯根地 或者是当地这里Oregon 但是我们今天去的是意大利的 Piomonte,皮爱蒙特,西北部 会很令人吃惊,一般的人都会觉得是 是意大利的当地的Berolo或者那个Sangiovese其他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尝试的是一款CP值不超所值的黑皮诺来自意大利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酒瓶酒标 这个公司叫Monte d'Angeli 然后是Piomonte,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 然后它的葡萄品种是Pinot Noir,年份是2019年 它的酒精度是13 然后这一瓶很贴心他告诉你他的那个评价是那个James Sockling 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评价是他给的分数是92 一般有时候这个评价分数不是很准确 但是今天介绍的这一款真的确实是92个point 看一下后面它就没有什么很多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看一下它的颜色 非常漂亮的那种红宝石的颜色 看一下 首先是那种很漂亮的红宝石颜色 然后我们闻一下它的香气 温文那个香气你就觉得这一款它确实是物超所值 因为在我们店里面这一款卖的是低于20美金 但是这个香气就这个香气就值得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那个果香味黑果实 莓果类或者那种黑离子味 然后非常的浓郁 然后很优雅 但是又不是太那种成熟 又不是那种很成是那种比较有活力的那种香气 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泥土跟草格的那种皮革的那种香气 我们试试看它的口味是怎么样 我试试试看它的酸度比较高一点 是那种中高的 丹宁是那种比较柔和的丹宁 不会咬口 它的那个总体来说 是那种比较中和平衡的那种的一款葡萄酒 再试一口 酒体是那种比较中等的酒体 然后它的回味 让你的口 口里充满了果实味 然后又有一点点那个淡淡的泥土味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想要跟食物搭配的话 像那种烧烤的那个牛肉啊 或者是那个有一点点 盛量的那个气势搭在一起的话 会很好搭 然后这个很令人惊讶 谢谢你们今天跟我一起学习葡萄酒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